李師傅當然要把握時間了 要問一下今年的薪酬運程是怎樣 薪酬,你先說拓仔先,好嗎? 拓仔是有吉星嗎? 拓仔是在醫生中,而且是最靈魂的和最緊實的 但拓年在今年屬於本命的國 所以是屬於萬泰區的 我們首先看看吉星,因為吉星方面有最佳星,也有象星 其實象星就代表人故當關的萬泰問題 所以個人發揮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是專業人士,個人發揮是相當好的 有罪假症更加有買車、自車的機會 但是因為本身也是泰水鬼 所以人際關係接觸就不是這樣理想 要注意看信俗談到周圍的人 如果不然就入院就見解了 另一方面因為有天空性、牧師性和天空性 首先比較重一點,還有少許的損傷 今年其實要留意一下 為甚麼通常可以化解或地匪是甚麼呢? 今年如果仲教師,通常沒有帝族呢 可以設泰水,同時帶回一些五營的根場物 同時也是可以配合的 九營的根場物也是合泰水的條件來的 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就得起問熟龍了 好啊 熟龍的朋友今年就有天空太陽式 太陽就代表男貴人 所以女性熟龍的朋友 桃花雲應該是特別黃的 而藍色就一般 因為太陽就代表無拘無束 所以從事女入業或者對外工作的人 或者宣傳的人士就相當好的 加上有這個黃色就代表抽象或者創作性很強的 空性方面因為有毒害 我們犯太陽是極通破案的 所以熟龍的朋友都是犯太陽的中一 所以都要注意長輩健康 還有因為有攀岸性、非人性和貝氣性 注意禮貌的問題 可能會被人解釋自己的 攀岸本來就是古代有的人騎馬 現在就是單車、單車或者駕駛人要小心一點 其實也可以戴古形的吉祥物 因為龍和狗是雙重的 所以戴古形的吉祥物就可以了 一個叫宿舍 宿舍的朋友因為有逆馬性和角印性 逆馬股名之意 就代表奔波、龍東出門出海 從事交通和旅遊園的人就特別光場 加上國印性就代表皇帝的陸散交給你 所以其實都大權在押 大權就有了 但財運就不太理想 加上有桑門和孤神性 孤神就代表孤獨的意思 所以恩怨都是保守為上 桑門就要視長輩的健康問題 加上有滴神、破碎 小心財物有損失或者破爛的機會 是好啊 本身屬舍的朋友 今年可以帶回後期的吉祥物 那就可以提醒自己今年領域處事 好啊 感謝你師傅 暫時我們講著這三個線 稍後就會落其他的生肖 稍後回來 李師傅就會解答大家 我們這場都做的問題 記得留意 見